媒体谈欧莱雅面膜差价事件 商家充满套路的广告营销当休矣 近日 有消费者投诉 巴黎欧莱雅曾在官方微博宣传公司产品安平面膜 在李佳琪直播间的优惠为全年最大力度 共计50片的面膜售价429元 但11月1日至3日 巴黎欧莱雅官方淘宝直播间 持续放出几万张满999元至200元优惠券 使得同款面膜用券后 最低价为257.7元 随后 该事件持续发酵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促销活动 如果套路多过真诚 就可能涉嫌发布虚假广告 此次欧莱雅翻车就是很好的例证 全年最大力度的营销用语 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关于广告内容 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极限用语的规定 然而 在直播间宣称是全年最大力度 后又以其他促销方式给到更低的价格 这对在直播间购买的消费者不公平 商品的性能 功能 产地 用途 质量 规格 成分 价格 销售状况 存货如意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 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 即属于虚假广告 此外 对于这种虚假广告 消费者还有权要求经营者 承担退役赛的赔偿责任 互联网社会 电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为了吸引消费者 谋许更多市场份额 商家无不使出回身限述 推出各种促销活动 不过 再深的营销套路 再纷繁复杂的促销策略 有心的消费者都会发现纰漏 能够比较出不同时期 不同平台之间的价格优劣 再纷繁复权